美极台风才短短行程几天 但它经过菲律宾的时候 引发了严重洪水还有土石流 是今年截至目前 当地遇过最强的台风 而雷一太省 罹难人数不断上修 目前至少80人死亡 上百人下落不明 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大片的土石是不断冲刷下来 不少房子都是被掩埋在泥流当中 而重灾区贝湾市 当地至少有六个村庄都发生了土石流 而当地市长也表示 搜救重点已经转为搜寻罹难者 而菲律宾中部的诉误 从11号开始停班提克